约会时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第三者会死于今夜 我没当回事 反正我又不是第三者 结果当晚 我和男友亲热时 外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老公 我回来了 你 听到这句话 我一把推开贺奇 警侧还残留着她的吻痕 我惊得浑身发抖 你骗我 我指着她 你有老婆 她的神色泛起一丝不自然 但是试图哄我 炎炎 我以后给你解释 你现在先躲一下好不好 不好 我要告诉贺奇的老婆 你老公在外面装单身 已经骗了我三个月 贺奇一边安抚我 一边对外面扬声道 月寒 稍等一下 我再洗澡 我突然愣住了 我颤抖着低声问 她 她叫什么名字 欧阳月寒 我眼前一黑 二 我不得不躲进了衣柜中 原因很简单 我们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就叫欧阳月寒 如果是别人 我自证清白 从此不再见面 但是董事长的女儿 我不敢得罪 就算我告诉她 我是不知情的 她会相信吗 我从未见过欧阳小姐本人 不知道她是什么性格 贺奇已经给欧阳小姐 打开了门 他们一同来到客厅 我听到贺奇温柔地问 不是还要去法国吗 怎么提前回来了 欧阳小姐声音甜诺 想你了吗 他们坐在沙发上 耳边撕抹起来 欧阳小姐就坐在 我刚刚坐的位置 而我躲在衣柜里 连气都喘不上来 突然 欧阳小姐的动作顿住了 她的目光 越过贺奇的肩膀 望向后方 那是什么 贺奇的身体僵住了 她回过头 顺着欧阳小姐的目光望去 餐台上 摆放着两个用过的红酒杯 三 欧阳小姐的笑容有些僵硬 她说 宝贝 你不是说 今晚只有你自己在家吗 贺奇的眼中 划过短暂的慌乱 但她很快镇定了下来 好吧 我是骗了你 盛行科技的张总来过 让我跟她联合创业 我知道你一直反对着事 所以就没敢告诉你 欧阳小姐称怪道 那个张总根本不靠谱 你如果真想创业 我去跟爸爸说 给你介绍更好的资源 贺奇把欧阳小姐搂进怀里 笑道 都听你的 我以后再不搭理她了 切热片刻后 欧阳小姐起身去给贺奇煮梨水 不得不说 她是真的很爱贺奇 身架上一的白富美 愿意亲手为她做羹汤 煮梨水的时候 欧阳小姐顺手收走了餐台上的红酒杯 她的手顿了一下 其中一个酒杯上 有残留的口红印 欧阳小姐的目光开始在室内群寻 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感觉她看了过来 但也许只是我的错觉 因为下一瞬 欧阳小姐就一开了目光 她将煮好的梨水端给了贺奇 四 贺奇喝完了梨水 她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我焦急起来 刚刚贺奇跟我说 她会找机会直开欧阳小姐 让我逃走 但现在她就这么睡着了 衣柜里越来越闷 我感到自己喘不上气来 突然 我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欧阳小姐开始在地面上铺塑料布 然后她戴上了橡胶手套 接着 她拿起了一把刀 干净利落地 砍在了贺奇的脖子上 五 我愣住了 反应了好几秒 我才意识到欧阳在干什么 捂住嘴 我拼命压制住喉咙里的尖叫声 贺奇的头从脖子上滚落 她的脸正冲着衣柜的方向 眼皮不知为何睁开了 涣散浑浊的眼睛与衣柜中了我对视 欧阳开始分尸 她的动作很熟练 先是将完整的人体卸成大块 再将大块分解成小块 接着她去了厨房 在那个贺奇刚刚带我品过红酒的厨房里 欧阳支起了一口大锅 不用说我也知道她想要干什么 第一锅肉很快被丢进去煮了起来 我胃里一阵阵翻江倒海 剧烈的恶心和恐惧交叠在一起 我的大脑几乎无法思考 我该干什么 报警 对 要报警 我掏出手机 然而绝望地发现 它没电了 我从衣柜的缝隙里朝外望去 我看到了贺奇的手机 它掉落在沙发的缝隙里 我可以用贺奇的手机报警 我想要站起来 然而不知何时已经软了的腿 让我猛地亮枪了一下 头磕在了衣柜的门上 发出咚的一声响 厨房的剁肉声立刻停了 六 我想起了那条短信 那条写着第三者会死于今夜的短信 收到它时 我以为是个恶作剧 如今看来 那像是最后的警告 此时此刻 一切的后悔都已毫无用处 欧阳已经走进了卧室 他的手中是一把锋利的斩骨刀 他一步一步 朝衣柜走了过来 我开始发抖 死死地咬住牙齿 不让他们打颤发出声响 砰的一声响 欧阳拉开了衣柜的门 气 衣柜里空空荡荡 欧阳站在衣柜前 拎着刀 刀上残留的血水流下来 滴在我的脸上 是的 我就躺在衣柜旁边的床底 只要欧阳趴在地上 就会看到我 一秒两秒 就在我已经快要封掉的时候 欧阳转过身 他走了 多六声再次在厨房响起 我扑出去 拿起了沙发底下贺奇的手机 贺奇的密码是什么 快想 你见过他输入的 一定能想起来 我输了一次 错误 又输了一次 还是错误 终于 在我尝试第三次的时候 解锁成功了 我长输一口气 立刻点向短信界面 欧阳就在厨房 我不敢发出声音打电话 但是可以发送报警短信 然而由于剧烈的紧张 我的手指哆嗦的厉害 一不小心又碰到了锁平键 屏幕按了下来 我气得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声 然后准备再输一遍密码 然而 我的手突然顿住了 按下来的屏幕反着光 映出了两张人脸 一张是我的 一张是我身后的欧阳 厨房的剁肉声明明还在响着 然而欧阳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我身后 他的眼瞳很大 很黑 通过屏幕 直直地盯着我看 你没有收到我发的短信吗 他轻声问 爸 寂静 片刻后 我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扑向门边 然而下一秒 一个沉重的铁气 便砸在了我的后脑上 我短暂地失去了意识 摔倒在地 恍惚间 我感到有人在拖动我 是欧阳 很难想象 一个女人 用如此大的力气 他单手托我的样子 轻松地如同 再拖一口破马带 欧阳把我扔在浴缸里 你爱他吗 他问 我的手脚都被绑住 嘴唇哆嗦 不知该说什么 欧阳站了起来 他走向我 就在我死死地闭上眼睛 准备着那把刀 砍上我的脖子时 门铃突然响了 就 欧阳放下刀 站了起来 他找了条毛巾 堵住我的嘴 然后去开了门 进来的是个男人 他见到欧阳的时候 愣了愣 声音有意思惊慌 嫂子 你回来了 我听出了这个男人的声音 他叫富安 是贺琪的朋友 就住在楼下 今天我随着贺琪一起上楼时 在电梯里碰到过他 富安当时的目光 来回地在我穿着裙子的腿上 勋勋 令我很不自在 我对贺琪说 贺琪只是淡笑 那小子就是好色 不过你放心 我的女人她不敢动 我讨厌富安 但此刻 他是唯一有可能救我的人 我拼命伸出脚 踢到了洗漱台上 大瓶的沐浴露掉下来 发出咚的一声巨响 客厅里立刻安静下来 富安有意地问 嫂子 启歌在浴室里吗 我拼命挣扎 快来 快来 老天爷似乎听到了我的祈求 我听到了富安的脚步声 他正在朝浴室的方向走来 然而 他只走出几步 就被欧阳拉住了 欧阳说 富安 贺琪出轨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富安僵住了 他尴尬地寻找着措辞 然而下一秒 欧阳的反应完全出乎意料 他从背后抱住了富安 十 穿着真丝长裙的身体 紧紧贴着富安的后背 传来柔软而又诱惑的触感 欧阳轻声道 既然贺琪可以出轨 那么我也可以 富安 你不是一直 一直都很想得到我吗 我在浴室里 绝望地听着来自客厅的动静 我听到了男人急促地喘息 女人轻柔地闷哼 富安抱住欧阳 他的手从他的发丝穿过 然后 猛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婊子 别想骗我 富安咆哮起来 齐哥跟我说过的 你们这些婊子 没有一个可信的 欧阳被富安死死地掐住脖子 嘴里发出锤死的呵呵声 终于 他头一歪 不动了 富安把欧阳扔在沙发上 他冲向了浴室 齐哥 齐哥 富安撞开了浴室的门 他期待着看到贺琪 然而看到的 却是被绑在浴缸里的我 齐哥呢 他冲了我大喊 我的嘴被毛巾塞着 只能拼命冲他使眼色 富安冲上来 将毛巾从我的嘴里揪出来 我沙哑地喊道 你后面 后面 富安的脸上出现了疑惑 贺琪在后面 突然 他意识到了什么 我因为恐惧而大睁着的眼睛里 倒映出了他身后的人影 不是贺琪 而是欧阳 富安想要转身 然而已经晚了 欧阳已经拿起了刀 锋利的锐气从富安的后背捅入 在胸口冒出一个带血的尖 富安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我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 欧阳看了我一眼 他拿起毛巾 重新把我的嘴堵好 欧阳开始像拆分贺琪那样 拆分富安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昏过去又醒来 突然看到欧阳沉默地站在我对面 我吓得狠狠一个机灵 他没有看我 自顾自地拧开花洒 洗了个澡 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 那身见了血的真丝长裙 被他烧了 灰烬用马桶冲掉 做完这一切后 他蹲到了我面前 平视着我 你爱他吗 我哭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我呢喃着 不爱 我不爱他 这其实是真话 但我不知道欧阳会不会相信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放过我 欧阳站起身 他去客厅拿了杯红酒 递给我 喝了 我看着红酒 又抬头看他欧阳 别无选择 我喝下了红酒 十分钟后 我失去了意识 十一 我在河边醒来 四眼的阳光照着我 我看了看自己身上 衣着完好 甚至口袋里 还有我那个已经没电的手机 我像一个疯子般 跌跌撞撞的奔跑 直到公路边 驶来一辆过路的车 我冲向那辆车 司机摇下车窗骂我 找死吗 我哭着大喊 报警 快报警 十二 两个小时后 我坐在警察局里 对面为我做笔录的是个女警 有一头利落的短发 她自我介绍叫顾萱 也就是说 明和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欧阳月寒 杀死了你的男友贺琪 以及贺琪的朋友复安 而你亲眼见证了这一切 我重重的点头 顾萱说 经过我们的调查 贺琪和富安 现在的确处于失联状态 昨晚 二人所居住的小区电路 出现故障 所有监控都未能留下 但附近公路上的摄像头 仍在工作 监控显示 凌晨2 35分 一辆黑色路虎开出小区 这辆黑色路虎 是富安的车 坐在驾驶座的人 戴着棒球帽和口罩 无法看清面部 我激动起来 这是欧阳月寒 我对顾萱讲了我的推测 欧阳月寒 在分尸完毕后 将昏迷的我和剩下的尸体 一起放进了富安的后备箱 他在杀死富安后 拿到了富安的钥匙 因此 可以换上富安的衣服 开着富安的车 去远郊抛尸 残余的尸体 被他抛进河里 汇入海中 而我被他丢在河边 顾萱问 按照你的说法 他给你发送了 第三者死于今夜的短信 但是最后却没有杀你 是的 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我摇头 我不知道 我无法揣测 一个杀人狂的想法 顾萱点头 就在这时 他的耳机里传来声响 他看了我一眼 欧阳月寒已经到警局了 13 顾萱带我去见欧阳月寒 我浑身发抖 他安慰我 不用担心 这里是警局 然而我还是一阵阵腿软 顾萱不得不扶着我 引路的警察为我们推开门 里面 欧阳月寒就坐在椅子上 听到门响 他转过头来看我 下一秒 我猛地愣住了 外面阳光很暖 我却克制不住地发抖 我说 这是 顾萱说 这就是欧阳月寒 我几乎浑身痰软 这个欧阳月寒 长了一张我完全陌生的脸 我根本没见过他 14 昨天的那个女人 个子高挑 瓜子脸 眉目细长 肌肤冷白 而眼前的这个欧阳月寒 身材娇小 圆脸大眼 小麦色肌肤 他们绝对不是同一个人 我彻底崩溃了 我大哭着说 不对 不对 杀人的是欧阳月寒 不是他 顾萱无奈地安抚我 陈小姐 这位就是欧阳月寒 我们已经核实过身份了 欧阳月寒 则生气地向警方投诉 我根本不认识 你们说的什么 贺奇 富安 这个女人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 随便哪个精神病的指控 你们都要相信 顾萱不得不把我带出来 重新回到审讯室 他问我 陈妍小姐 你是否有精神病时 问这话时 她的目光落在我的领口 我愣住了 因为我的身体上 有着电机的痕迹 那还是在我高中的时候 因为一些事情 父母将我送去治疗 我难难地说 我没有精神病 不对 我不确定 顾萱无奈地看着我 最后 他说 陈妍小姐 您先回去休息 后续需要您配合调查的地方 我们会再联系您 15顾萱 我叫顾萱 今年是我当警察的第十个年头 送走陈妍后 我开始查看 这个案件相关的资料 贺奇和富安的手机 都随着他们本人一起失踪了 但富安家的平板电脑上 存有两个人部分的聊天记录 这两个人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 更准确地说 富安是贺奇的信徒 论出身来讲 其实富安要比贺奇好很多 他家是拆迁户 富安爸妈过世得早 给富安留下了一大笔钱 立院1501的那套房子 和那辆黑色路虎 都是富安本人的 相比之下 贺奇家其实很贫困 但贺奇这人有个特点 他天生就知道 怎么讨女人喜欢 还在大学的时候 他就靠外面富婆的供养 在学校里开豪车 但名调 后来更是在网上开班教学 是国内最早的几个 富安是贺奇的学生 他看着那些 对自己爱达不理的美女们 被贺奇轻松地 玩弄于鼓掌之中 心里羡慕极了 佩服极了 贺奇告诉富安 让女人给你第一次 给你钱 这都不算本事 我能让女人爱我爱到去死 这是富安手段的最后一步 自杀诱导 他们选中的目标 叫薛小渝 这个女孩曾经拒绝过 富安的表白 富安希望报复 贺奇成功了 他接近薛小渝 诱导他 薛小渝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陷入了贺奇的精神暴力 于一年零八个月后 跳楼身亡 从那之后 富安对贺奇更加五体投地 但这并不是富安最佩服贺奇的事 他最佩服的是 贺奇居然能泡到欧阳岳寒 在贺奇和富安的聊天记录里 看到欧阳岳寒这个名字时 我的心跳了跳 聊天记录中 富安对贺奇责责称赞 他赞叹顶级白富美 也会被贺奇收入囊中 而贺奇也并没有因为 欧阳岳寒这条大鱼 就放弃他的海洋 他甚至会带别的女孩 回欧阳岳寒买的房子里过夜 富安说 你不怕被发现 贺奇说 发现了又怎样 欧阳岳寒那么爱我 他离不开我的 我对着这份聊天记录 陷入沉思 这份聊天记录中的内容 和陈妍的说词是吻合的 陈妍作为一个 被贺奇带回家的女孩 他见证了欧阳岳寒 杀死贺奇和富安的全程 但是 当视角转向欧阳岳寒的时候 这一切就不成立了 按照贺奇聊天记录里的内容 他是在去年9月份认识的欧阳岳寒 但那个月 欧阳岳寒在纽约 根本没有回国 贺奇说自己和欧阳岳寒感情升温 欧阳岳寒对他爱到不能自拔的两个月里 欧阳岳寒正在和一个娱乐圈男爱豆 进行地下恋情 至于昨晚 欧阳岳寒则在夜店和他的朋友们 一起观看某当红rapper的演出 夜店的监控可以显示他全程没有离开过 没有任何作案时间 我终于明白了 那个诡异的感觉来自于哪里 那就是贺奇 富安和沉眼口中的欧阳岳寒 和真正的欧阳岳寒 像是完完全全的两个人 可这依然解释不了 因为富安楼上的那处房子 立院1601 的确是欧阳岳寒的房产 如果有人冒充欧阳岳寒 那么为什么 他可以连欧阳岳寒的家门都进去 我突然站起来 打翻了桌上的茶杯 身旁的小警察吓了一跳 宣姐 快去查 有关欧阳岳寒的所有资料 我说 都查过了呀 从去年到现在他的所有 不够 再往前查 近十年 不对 从他出生起到现在 所有的资料都需要 我意识到 这一切的诡异 只有一种解释的可能 那就是 真的有两个欧阳岳寒 而假的那个 是被真的那个所保护着的 16 宣姐 看这个 当小警察将一份陈旧的报纸引印件 摆到我面前时 我的手指颤抖了 说真的 我想过 那个假欧阳岳寒的来头 应该相当不小 毕竟沉眼的描述中 他无论是心理素质 还是作案手法 都像是惯犯 但当我真正追溯到源头的时候 他的身份 还是让我吃了一惊 上市寂寞 一个名叫周强的男人 带着他的团伙 在云南边境 购买了非法枪支 先是在国道附近 实行抢劫和杀人 随后开始绑架儿童 索要高额赎金 欧阳岳寒 是他们绑架过的最后一个孩子 也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 4月18日 欧阳岳寒 从周强团伙所在的根据地逃出 跑到附近的公路上 被路过的货车司机所救 货车司机随后报警 警方与周强团伙进行交火 周强被当场击毙 其团伙在被捕后 均因多项罪名处以死刑 轰动一时 整个团伙中 唯一下落不明的是个女孩子 关于他的身份有很多说法 有人说那是周强的女儿 也有人说不是亲生的 只是收养的干女儿 那个女孩被称为周五 彼时 因为欧阳岳寒年龄较小 出于被害者心理健康的考虑 没有对他做过多询问 但现有的记录 仍然指向一个隐约的可能 欧阳岳寒之所以能够 从不留活口的周强团伙中生还 与周五有极大的关联 小警察站在一旁 脸色也有些难看 我去查看了周强团伙 当时留下的口供 有好几个人指认说 周五当时在团队中的工作 是分尸和抛尸 因为她是个小女孩 所以就算有目击者发现 她在往河里 或者垃圾堆里扔东西 也很少会怀疑她 贺琪和富安这个案子 处理得这么干净 所以凶手 其实是这个周五 我抬头望向窗外 夜已经深了 带着逼人的寒意 我似乎已经离真相更近 但不知为何 又觉得雾气更浓 小警察轻声难难 可是周五为什么要杀贺琪和富安 我闭了闭眼 轻声道 你还记得 那个被贺琪和富安害死的女孩吗 薛小鱼 我拿出了两张图 一张 是这个名叫薛小鱼的女孩的证件照 还有一张 是警局同事根据陈妍的描述 画出来的假欧阳月寒 两张图放在一起 小警察忍不住惊叫起来 他们长得好像 十七 神 什么意思啊 宣姐 难道薛小鱼就是这个周五 不是 我摇摇头 其实起初 在发现两人的长相如此相似的时候 我也下意识地想过这个可能性 但很快便否决了 两个人的出生地 时间完全不一样 按照时间线 周五应该比薛小鱼大两到三岁 而且薛小鱼的身份资料是全的 她跟着外婆长大 虽然家境贫困 但一直在靠助学金读书 每一年都有相关的档案 再说 薛小鱼已经死了 没法再回来杀死贺琪 小警察翻看着薛小鱼的资料 薛小鱼也是个可怜的姑娘 她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抛弃了她 外婆是她唯一的亲人 在她去世的一年后 她外婆也过世了 我叹气 贺琪的下手目标 通常都是这种原生家庭破碎 内心缺爱 又缺少社会经验的女孩 突然 我想起了什么 外婆 我喃喃道 外婆 怎么了 薛姐 周五没有正常的户口 她不可能是薛小鱼的同学 或者同事 所以我一直在想 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到底是什么 我有种直觉 这个外婆 是周五和薛小鱼 唯一有可能产生 深度链接的渠道 夜深了 房间内灯火通明 经过一整夜漫长的大海捞针 小警察揉了揉眼睛 激动的喊了出来 薛姐 你看这个 我和同事们一起围了过去 电脑上 是薛外婆生前 去社区医院取药的一段监控 一个女人扶着她 这个女人和薛小鱼长得很像 都是高个子 瓜子脸 眉目清秀 小警察打了一圈电话 冲回来 宣姐 社区医院的护士说 当时有听到薛外婆 管这个女人叫小鱼 但是 小警察没有说下去 但我们所有人都明白 这个女人不可能是薛小鱼 这段监控拍摄于去年的春天 那个时候 薛小鱼已经死了 这个女人 是假欧阳月韩 或者说 周五 十八 周五 我叫周五 我的亲生父母姓什么 我并不知道 他们是我义父的团伙 我两岁那年 他们因为想要金盆洗手 而被我义父是做叛徒 就地杀死 原本我也是应该死的 但那天 我的哭声音差阳错的 帮他们躲过了警察 义父说我忘他 留下了我 在这个团队里 没有人是吃白饭的 大家都要工作 我的工作是帮义父分尸 我分第一具尸体的时候 做了很久的噩梦 梦里哭着喊爸爸妈妈 后来分的多了 就不做噩梦了 也知道喊爸妈没用 还会被义父怀疑有反心 有一天 我的工作突然变了 义父没让我分尸 让我给一个小男孩送饭 我把饭送过去 那个小男孩在哭 我说你别哭 我听见我义父 给你爸爸打电话了 你爸爸给我义父60万 然后就来接你回家 小男孩很高兴 他把饭吃了 我完成了工作 回去睡了一觉 然后被人推醒 他们说周五干活了 小男孩死了 我后来才知道 我义父干的事叫绑架 绑架其实也分很多种 他干的是最恶劣的一种 对方给了赎金 他还是要杀人 我悄悄的把小男孩埋了 其实我知道他已经死了 就算我用刀砍他 他也不会再痛了 但我不愿意 是我骗了他 我觉得很对不起 我能做的 就是让他爸爸 完整的把他带回家 我回去的时候 义父叫住了我 他问我处理好了 我说 嗯 那是我第一次骗义父 他说过 谁骗他 他就会杀了谁 但那个瞬间 我并不是太害怕 我想杀就杀吧 反正也并没有人 要带我回家 但是义父没有发现我撒谎 他说 新来的那个 也不肯吃东西 你去看看 我去了阁楼 那里有个小女孩 他说他叫月月 月月比上一个小男孩乐观些 他说 我爸爸肯定会花钱救我的 到时候我就能回家了 你说对不对 我沉默 良久 我说 对 他高兴了 你想来我家玩吗 我买了新的芭比娃娃 别的同学都不和我玩 他们说我有公主病 切 我也不想和他们玩 你的衣服好脏啊 没有保姆帮你洗吗 去了我家 我可以帮你打扮 我的芭比娃娃 都是我打扮的 我和月月一起待了三天 阁楼里很冷 我们抱在一起睡觉 那是我既视以来 少有的温暖记忆 但温暖总是很短暂 傍晚的时候 我听到了 义父在跟叔叔伯伯们说话 他说 今晚九点 去取赎金 我已经知道了流程 月月是回不了家的 赎金一到 就是私票 我一声不吭地回了阁楼 我拿了两个馒头 一盘菜 跟月月一起吃玩 他一边吃一边问我 周五 你看过大海吗 没有 我也没有 但我爸爸说 暑假就带我去海边玩 月月的描述 不出声 直到夕阳如血一样的沉下 天黑了 我看了月月 说 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月月惊讶地看着我 一动不动 我说 如果你想回家 现在每个字都要听我的 他似乎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把他的小裙子脱了下来 我也脱下了我的衣服 交给他 穿上 他有点明白了 嘴唇开始颤抖 周五 从楼梯下去 捂着肚子 有人问你 你也不要说话 往东侧的山坡跑 等过了那道山坡 就往东跑 那是公路的方向 月月开始颤抖 他都明白了 我已经换上了月月的衣服 月月来拉我 周五 不行 那是我义父 他不会杀我 我说 我撒谎了 对于背叛的同伙 义父要远远地更狠 但是月月相信了 他深吸一口气 捂住肚子 向下跑去 我听到阁楼底下 传来轰啸声 周五 又拉肚子了 看他跑得 跟逃命似的 我的心悬在嗓子眼上 我很怕 怕底下突然传来枪声 但是没有 轰啸声很快平息 他们开始打牌 月月逃出去了 我看着夕阳完全的沉默 黑暗将我吞噬 我却无端觉得安心 底下的人打牌累了 我听到有人说 周五怎么还不回来 一个叔叔出去溜了一圈 回来说 山坡后头没人 片刻的沉默 我听到义父说 上阁楼看看 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 他们上来了 我静静地等待着 那一刻 死亡变成了巨像化的东西 我看到了那些 对我分尸过的人 还有那个小男孩 我对小男孩说 对不起 然而小男孩突然笑散了 我听到楼下突然传来的枪声 义父在嘶吼 人群乱糟糟地喊 条子来了 有叔叔冲上来 他们知道 这个时候要劫持人质 但他一开门 我的刀就捅了进去 他不敢置信地望着我 然后眼神一片空白 我冲了出去 阁楼下方已经被警车包围 义父他们也退进了车里 枪声四起 而我不管不顾 只是飞跑 山间低矮的灌木丛 遮盖了我的身影 有警察远远地看到了我 我穿着月月的衣服 他们没有对我开枪 我奔跑过山野 奔跑向月亮 最终扑入湍急的河水中 很久之后 我才知道 那一天是4月18号 我衣服整个团伙被一网打尽 称为418大案 除我之外 所有人都吃了枪子 那之后我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我没有户口 没有身份 唯一的技能是分尸 起初对身份证查的不严的时代 我能打一点零工 后来查得严了 我开始靠偷窃为生 那天我饿极了 从窗户看到 一户人家的厨房里有包子 我决定去偷两个包子吃 我从公共阳台 翻进了那户人家的窗户 但我刚刚拿起包子 就听到门响 主人回来了 那一瞬间 我想我完了 418大案里 唯一的漏网之鱼 今天因为入室 偷包子被捕 但进来的人没有大喊抓贼 相反 他惊喜地说 小鱼回来了 怎么样 外婆蒸的包子好不好吃 这房子的业主 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 白内障 看不清东西 神志也不太清楚 可能有点老年痴呆 他把入室偷窃的我 当成了他的外孙女薛小鱼 我应付了一通 想走 老太太很失落 这么快就走了呀 我还买了茴香 明天给你包茴香饺子吃 我其实根本不爱吃茴香 但我看着老太太 可怜巴巴的脸 鬼使神差地说 那我明天来吃 就这样 第二天我走正门进来 来跟老太太吃饺子 其实老太太的厨艺非常差 她看不见 脑子也不清楚 我昨天吃的包子就没蒸熟 最后饺子也是我包的 我没包过 十个里有六个都煮得开了口 但老太太吃得很幸福 她说 小鱼最孝顺了 我突然很生气 这个薛小鱼 把自己又老又瞎的外婆 丢在这里一个人生活 她到底哪里孝顺了 但是老太太彻底 把我当成了薛小鱼 每天一听到我的动静 她就乐呵呵 我每天都对自己说 这是最后一次去了 但到底还是没忍住 我对自己说 老太太需要我 但其实我知道 是我需要老太太 原来有个人等自己回家 是这种感觉 我开始羡慕薛小鱼 后来老太太去社区拿药 我陪她一起 医生看着老太太 管我叫小鱼 也哄着她 但背地里 她悄悄问我 你是志愿者 看来她认识薛小鱼 我胡乱点了个头 含混道 老太太把我当成她外孙女了 我也没办法 说完 我追问 你认识薛小鱼 她什么时候回家 医生沉默了一瞬 薛小鱼不会回来了 她死了 薛小鱼死在一个 叫贺奇的男人手里 在她死后 我代替她 陪伴了她外婆最后一程 有一天 外婆带我 拜家里的菩萨像 她说 求菩萨保佑这孩子 平安顺遂 我突然发现 那一刻 她没有教我小鱼 外婆一直是有时糊涂 有时不糊涂的 或许她在某个清醒的时刻 已经意识到 我不是小鱼 但她没有戳穿我 拜完菩萨的那一夜 我睡得很好 在过去漫长的十几年里 我的睡眠一直相当糟糕 我会梦见义父 梦见那些残缺的尸体 然后在半夜惊醒 冷汗浸透衣服 但那一晚 我罕见的睡了个好觉 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梦的结局 有子弹正中我的眉心 但我并不恐惧 只觉得安宁 我醒来时 外婆已经走了 她在睡梦中去世 离开时 嘴角带着很安然的微笑 我处理了她的后事 然后去了薛小鱼所在的那座城市 我吃了外婆很多顿饭 很多食客 我都会产生错觉 认为自己是真的薛小鱼 可薛小鱼已经死了 我想为她做点什么 我没有别的技能 做得特别好的 只有我的老本乡 杀人分尸 而薛小鱼她恰好有仇人 多么完美的缘分 我没有想到 我会再见到月月 其实过去的十几年里 她一直在找我 她长大了 我也一样 可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们对视时 时光就会突然被拉回到 那个残阳如血的阁楼 当晚 我们像小时候那样 抱在一起睡觉 我对月月说 你不该来找我 因为我要去杀人了 月月说 你要去做什么 我都会帮你 周五 我说过的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十九 后面的一切都很顺利 我以欧阳月韩的身份 和贺琪交往 我们定在这一年的 四月十八日动手 动手的地点 是月月的一处房子 而月月会在这一天 全程在外面玩 看电影 聚餐 夜店蹦迪 总之有坚实的不在场证明 人不是她杀的 顶多 她不过是一个 被盗用身份的无辜者 只是我没想到 贺琪的胃口和胆子 会那么大 下午十分 我看到贺琪的身边 跟了个女孩 是她瞒着我交往的 贺琪一直在跟我恋爱的同时 继续地以单身身份 在外面哄骗女孩 我之前已经用各种手段 劝退了几个 但数量太多了 我到底还是漏了这个 好在月月认识这个女孩 她说这个女孩叫陈妍 是她父亲的员工 她在父亲的办公桌上 看到过对方的简历 于是我拿到了陈妍的手机号 给她发送了短信 一般的女孩 如果收到自己是第三者的短信 总会拿出来和男友对质 但陈妍毫无反应 我在远处 眼睁睁地看着她放下手机 我明白了什么 而后来发生的事 坐实了我的推测 此时此刻 我坐在黑暗中 贺琪和傅安都已经死了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对面的人轻声告诉我 那个警察 顾萱 是个很难缠的角色 我没有出生 而是一直看着手机 我和月月有约定 如果平安 每隔三个小时 她会用小号发一张照片 但现在已经四个多小时了 小号没有任何动态更新 我知道 月月被捕了 二时顾萱 萱姐 嫌疑人还是不肯做配合 这是欧阳月涵 被扣在审讯室的第三个小时 她很平静 喝水 放空 饿了还问有没有东西吃 像是打定了逐一号时间 我进了审讯室 你觉得 这么消极的拖时间 就有用吗 我看着欧阳月涵 欧阳月涵笑了笑 我不知道顾警官在说什么 能回答的问题我都回答了 任何事都跟我没关系 顾警官愿意把我扣在这就扣着吧 但时间到了 你总得放我走 我说 你们把情况预估的太美好了 入海口的岸边 发现了部分的尸体 经过DNA比对发现是贺奇的 现在市局已经立案了 周五这次跑不掉的 现在把他交出来 是你最后的机会 欧阳月涵看着空白的墙壁 他平静地说 我不认识什么周五 我咆哮起来 欧阳月涵 你没有必要卷入这种事 你是欧阳董事长的女儿 你的人生一片光明 欧阳月涵看向我 他笑了笑 格外平静 我读懂了他的笑容 虽然他一个字都没说 但他的眼神在告诉我一个极度分明的事实 他的命是周五救的 什么都不能让他背叛周五 我深吸一口气 我们已经在机场 高铁站 出城高速上不空 周五离不开这座城市 他没有身份证 住不了酒店 所以他现在应该藏身在你的某个房子里 你在这座城市一共六处房产 我们挨个找过去 总能找到他 欧阳月涵笑容不变 他像机器人一样重复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关上审讯室的门 站在楼道里 疲惫不堪 小警察上前 焦虑地说 宣姐 怎么办 要不我们向局里申请搜查令吧 我摇头 周五不在欧阳月涵的房子里 不然的话 他刚刚不会是这个反应 小警察难难 可是周五在这个城市 应该没有别的社会关系了 我们不空已经这么久 他没法公开露面 一定有人在窝藏他 我闭上眼睛 会是谁呢 我想不出 谁还会帮这样一个被警察通缉的逃犯 突然 一个实习生在旁边怯声声地叫我 宣姐 这个实习生刚来不久 日常都是干些不太重要的杂火 我疲惫到 是签字报销的是吗 我晚上在处理 他摇摇头 我闲着没事 就去调查了一下陈妍 陈妍的确在高中的时候 被送去过精神病院 我没抬头 这个情况 陈妍当时在笔录的最后有告知我 这也是为什么 他的口供无法当作证据 但是实习生的下一句话 让我浑身颤抖起来 那家精神病医院 在五年前被发现违规 已经关闭了 违规的原因是 他们非法对病人进行电机治疗 而这些病人 他们其实并没有病 往往是被亲属强行送过来的 同性恋 我猛的抬头 实习生的嘴在我面前一张一合 我去走访了陈妍的邻居 他们说 陈妍高中的时候喜欢女生 他的继父说他有病 当着街坊的面扭送去了这家精神病院 我浑身都在颤抖 高中的时候我喊喊 陈妍的高中叫什么来着 这是这个案件的边缘信息 此前我们虽然调查过 但是没有注意 五中 实习生说江城五中 我的脑子轰了一响 冲向电脑 我打开薛小鱼的资料 高中那一栏写着江城五中 一切都串起来了 陈妍对贾欧阳月寒说 他不爱贺琪 不是保命之下的说辞 而是真的 他真的不爱贺琪 那一晚和贺琪同处一室的两个女人 全是去杀他的 所以此刻窝藏周五的人 是陈妍 二十一 陈妍 周五坐在我对面 他说 所以我和他长得很像吗 我说 挺像的 声音也像 他说 你很爱他吗 这句话从他口中问出过好几次 只有这次问的是对的 我说 是啊 很爱 薛小鱼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女孩 我在学校被霸凌的时候 她挡在我面前 于是那帮人开始转霸凌她 他们撕碎她的作业 用胶水灌满她的笔带 薛小鱼怕我伤心 偷偷把那些东西藏起来 不让我发现 可我还是发现了 我哭得很厉害 要找他们拼命 薛小鱼拦住了我 她抱着我 很温柔地哄我 她说 炎炎 不要去跟那些人浪费时间 我们一起考大学 一起离开这里 我答应了她 但没能做到 高三的时候 我的日记本被继父发现了 于是我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据说院长是我继父的朋友 他把我绑在电疗椅上 让我承认我有病 我起初不认的 最后我被电了太多次 松口了 我承认了我有病 但我还是喜欢薛小鱼 等院长被警方抓走 我才被放出来 我没有立刻去找薛小鱼 我不想以这个样子见他 我去了复读班 每天学到凌晨 终于考上了大学 那所大学和薛小鱼的大学挨着 我去找他 他真心的为我高兴 然后告诉我 他恋爱了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去找过薛小鱼 他给我打电话 我也会下意识的挂掉 我没有怪他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后来又过了很久 我终于想通了 我喜欢他 他喜欢别人 这也没关系 只要他快乐就好 我决定去找薛小鱼 我要为之前的冷落向他道歉 但等我到了他的大学 却发现所有人都围着一栋大楼 旁边还停着警车 人太多了 我挤不进去 于是给薛小鱼发消息 我来找你了 醒来后 我被告知 从大楼上跳下的女孩 就是薛小鱼 后来我无数次的想 也许薛小鱼是想过 要向我求助的 被深度扑扑的人 很难自救 需要外界帮他 但薛小鱼的朋友太少了 高中被霸凌的经历 让他在大学也独来独往 我的到来 一度让他觉得 自己终于有了朋友 可在他想要向我倾诉的时候 我挂掉了他的电话 薛小鱼死后 我正常的上学 找实习工作 但是不时的 会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说 我要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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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在我心里 越来越强烈 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终于我行动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有人选在了相同的时间 和我一起动手 此刻我问周五 你是在什么时候 看出我也是来杀贺奇的 周五淡淡道 从你看到那条短信 但是毫无反应开始 我就觉得你不对劲 我这种人对杀意的敏感 要超过你的想象 等我真正确认 是在进门看到 那两个红酒杯后 我沉默 是的 我对顾萱撒了谎 也不算撒谎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对警察撒谎的话 很容易被看出来 我只是在叙述上 进行了一点点障眼法 我说 我看到假欧阳月寒 在我们刚刚喝过 红酒的厨房里 熬了里水端给贺奇 然后贺奇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这是真实的情况 但事实上 让贺奇睡着的 不是里水 是红酒 我在红酒杯里下药了 我告诉顾萱的事情 基本都是真的 但我隐瞒了一段 那就是周五 在河边抛尸的时候 我醒了 周五看到我睁开眼 他没说话 转身走远 我对着他的背影 喊出一个地址 这是我家 你可以来找我 此刻 周五坐在我家的沙发上 他给我讲了 他和薛外婆 以及欧阳月寒的故事 我给他讲了 我和薛小鱼的故事 外面远远地响起了警笛声 我们都知道 这是最后的时刻了 警察包围了这栋楼 是顾萱来了 他们即将冲进来 而周五干了一件 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 他一把勒住我的脖子 斩骨刀横在我的井前 我失声问 你在干什么 他说 我留了个礼物送给月月 你帮我交给他吧 我突然明白了 周五来我家 不是为了躲藏 他其实早就为自己 安排好了结局 根本没想过逃 他之所以会来 是为了把我摘出去 顾萱迟早要查到我 他会发现我并非受害人 而是杀人未遂的加害者 所以周五来了 这是他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那就是把我变成受害人 他拖着我 一步一步走出去 阳光正好 天气凝合 他举起刀 刺向我的胸口 22顾萱 我看到周五举刀刺向了陈妍 狙击手的红点 在同一瞬锁定了他的额头 那一瞬间 我想要大喊 我想喊 他不会杀他 然而已经晚了 刀尖刺进陈妍的身体 狙击手扣动扳机 子弹正中周五的眉心 那把跟随了周五十几年的 斩骨刀掉落在地 他倒下去 脸上带着一种很安心的微笑 我突然意识到 那是他为自己安排好的结局 警察们冲上去 我看到陈妍被包裹上毛毯 送上救护车 他眼眶通红 眼底有泪 我正正地看着远处 时隔二十年 418大案的最后一人落网 这个没有名字的女孩 走入了为自己安排好的结局 23 后继 陈妍在傍晚时分 来到了河边 这里是周五抛尸的地方 沿着这里往下走 陈妍一路走到了入海口 在一处礁石的不远处 他顺着泥土挖下去 终于挖到了一个盒子 那是周五留给欧阳岳寒的礼物 陈妍打开了盒子 里面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大海了 陈妍回过头 在她的身后 一轮夕阳即将沉没于海面 带着所有为人知 或者不为人知的故事 淹没无声 晚安